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我是謝總謙傳道 好感恩今天能夠和大家分享 哥林多後書七章二至十六節 保羅在第二節呼籲哥林多信徒 跟他消除誤會彼此和解 第二節這麼說 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 我們未曾規附誰 未曾敗壞誰 未曾佔誰的便宜 保羅重申他是可信的 他從未規附過人 敗壞過人 或者佔人的便宜 保羅强調他的即使 是使人受益 而不是使人受損 他是造就人的生命 而不是要敗壞人的生命 保羅力證 他傳道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而是畏著愛人的心 第三節這麼說 你們尚在我們心裡 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 過去的誤會 造成了他們之間的不信任 如今既然情治背道者的事件 已經過去了 他們就應該放下成見 兵式前年 回復和好如初的關係 保羅亦因此而满得安慰 從保羅在第五節的最熟 我們感受到 他在傳福音的過程裡面 所經歷的艱辛 第五節這麼說 身體也不得安寧 周圍遭患難 外有爭戰 内有懼怕 保羅長途不舍 身心疲乏 健康受損 并且奔走於不同的地區 应付各方面的需要 包括教外人士的攻擊 教内信徒的誤會 其他同工的侄道 猜忌等等 然而就在這個困境裡面 保羅和他的團隊 大大經歷到上帝的安慰 提多前來向保羅 匯報哥林多教會的情況 帶來令人鼓舞的消息 包括哥林多信徒 願意和保羅重修舊好 聽從他的吩咐而行 保羅深信 這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作為 他是安慰人的上帝 他首先改變了 哥林多信徒的心 藉著這個的改變 安慰了他們中間的提多 然後提多再將 他所得到的安慰 帶給保羅 使保羅也都得著相同的安慰 我們確信上帝 是安慰喪氣之人的上帝 我們在患難裡面 並能夠蒙他的安慰 保羅在第八節 重提他所寫的第二封信 就是那封操持嚴厲 並且帶給他跟哥林多信徒 極大傷痛的信 他曾因為寫了這封信 而感到後悔 擔心這封信會對哥林多教會 造成太大的傷害 甚至破壞他們之間的關係 但是之後的發展 他是使保羅消除了這個的擔心 因為這封信帶給哥林多信徒的痛苦 是短暫性的 特別是痛苦所產生的 是正面的後果 就是哥林多信徒 為到他們從前的行為 而感到後悔 願意悔改更新 果然逆切地跟隨保羅的分舍而行 保羅關懷的焦點 不是在於曾經傷害他的人 也都不是關心自己曾經受的傷害 保羅所關心的 是哥林多信徒的生命 只要他們願意悔改 他便感到安慰 只要他們長久的快樂 保羅便大得安慰 大得快樂 保羅宣稱 他從未失去過 對哥林多信徒的信心 就算在跟他們的關係最僵的時候 就算是他們拒絕 承認保羅的身份和使命的時候 他也都沒有對他們絕望 也都沒有放棄過他們的打算 他們或者會放棄保羅 保羅卻沒有放棄過他們 第十三節這樣說 故此我們得了安慰 並且在安慰之中 因你們眾人 只提多心裡唱快歡喜 我們就更加歡喜了 提多帶給保羅的好消息 說明了保羅的信心沒有落空 他們沒有辜負保羅的期望 因此保羅心中歡喜 能夠在凡事上 為他們放心 特兄姊妹 今天的經文讓我們思想到 在人事的糾紛和誤解裡面 我們能不能夠繼續堅持去愛人呢? 在我們身心疲乏和恐懼戰經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繼續堅持遵恨上帝的吩咐 實踐使命呢? 在我們感到憂愁和奧悔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仍然懷著信心 繼續前行呢? 但願保羅的榜樣成為今天我們每一個信徒的激勵 讓我們一起同心討告 滿有恩典憐憫的天父上帝 你是愛的源頭 求你使我們在這個時代裡面 能夠成為你和平之子 在怨恨裡面使用你的愛 在憂傷裡面傳信你的寬恕 在懷疑之中顯出你的信實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 不要單單地去求自己得到安慰 我們更加願意努力地去安慰幫助其他的人 我們不求被人了解 但是求了解人 我們接受愛更加願意付出愛 討告是奉救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 阿門